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2024年10月2日 中共紅二代 房地產商人任志強的女兒 任興義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封给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公开信 他开头就写 我恳请您基于人道主义原则 允许我父亲保外就医并出国治疗 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 能够与家人团聚 这封公开信随后在海外社交媒体X上 被多位知名媒体人广为转发 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任志强是北京华远集团原董事长 2020年2月大瘟疫爆发不久 任志强写了一篇没点名批评习近平的文章 被人发到了网上 同年4月7日 中共北京市纪委发消息说 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5个月后9月22日 任志强被控犯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被判刑18年 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中共当局会不会回应任志强的公开信 首先来看看任志强的女儿 在给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了什么 人心一披露 我的父亲在入狱前就已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 急需手术治疗 自入狱以来 他一直未能得到手术和有效的治疗 病情不断恶化 长期以来 他每天夜里需要去十几次洗手间 饱受病痛折磨 无法正常休息 最近几个月 他又被诊断出哮喘 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我们多次恳求 但依然不被允许手术治疗 这让我们深感痛苦和绝望 他向习近平承诺 我父亲出国治疗后 绝不会公开发表任何言论或内容 他以年欲骨息重病缠身 没有任何能力对您及国家带来麻烦 此前 我们曾按照正常渠道数次提出上逐要求 始终没有得到善意回应 不得已只好用这种方式向您反映 我们濒临绝望的要求 那么中共当局会有回应吗 任志强 曾是个在中共政 商 学界 有广泛人脉的名人 他的父亲任全生 1964年至1985年 任商业部副部长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曾是任志强上初中时的辅导员 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任志强任职的华远公司 与不少中共高官有关系 中共元老陈云的儿子陈云 是华远公司的创办人 第一任董事长 国务院前副总理马凯 曾任华远副董事长 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曾在华远公司任兼职研究员 此外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于政生 2002年 为任志强的第一本书作序 任志强在社会上 已讲话大胆出名 他常在微博发声 2016年初 他已有近3800万微博粉丝 中央电视台在2011年12月 报道了任志强 接受退休审计的事 表题是 任志强 审计证明我没问题 可以放心卸任 文章引用了任志强 在微博上公开的审计决定书 和审计报告 说他自称 除个别财务上的账务处理之外 没有任何个人贪污腐败的问题 可以放心卸任 不再承担直接委托管理 国有资产的法律责任 另外 华远集团旗下的 华远房地产股份公司 2015年4月公布监事会决议公告 指公司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任志强的 离任审计报告 从任志强背景履历看 他不仅是中共红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共著名企业家 还是中共很多高官的朋友 也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从官方对任志强的离任审计报告看 他应该没有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犯罪问题 2020年2月 中共召开17万人大会之后 任志强就疫情责任问题 写了一篇不点名批评习近平的文章 后来被人拿到海外发表 全文除个别句子难听外 基本符合实际 当时任志强已年近70岁 退休多年 名利双收 什么都不缺 如果不是忧国忧民 他不会去写批席的文章 从常识 常情 常理看 任志强不至于因一篇文章就被怎么样 但是他被重判了18年 中共当局是存心要严惩他胆敢犯上 同时警告所有批评中共的人 既然这样 中共怎么可能因为一封公开的求情信 就对任志强网开一面 实际上 从下面三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中共从来就不讲道义 良知 2021年1月28日 异议人士郭飞雄到上海浦东机场 准备搭机去美国 照顾刚做过大手术的妻子张青 边检人员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郭飞雄登机 郭飞雄绝食抗议却被警方抓走 2021年2月3日 中国大陆数十名知识分子 联名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 总理李克强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公开信 呼吁还郭飞雄自由 让他尽快赴美 陪护病妻 但是中共当局没有任何回应 2021年11月29日 郭飞雄致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信中写道 我的妻子张青 2021年初在美国马里兰州 生坏晚期长癌 当时做了开服切割长癌组手术 11月初又突发第二次长癌组 11月27日送当地医院急救 由于癌细胞全身扩散 当地医院认为做手术已无效 警案插管姑息处置 我妻子随面临直接生命危险 急需我本人即刻赶过去转院 做手术抢救 特恳请李克强总理 依据法律和基本人道 让我本人能最快时间赶往美国陪护妻子 救急救命 郭飞雄的信发出后 石沉大海 在病床上苦苦等待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曾在网上发求救信 信中写道 我的生命快到最后关头了 我快要绝望了 何时才能看到我的丈夫 杨茂东 你快点过来啊 我才54岁 还有两个孩子 我不甘心 我愿尽最大努力拼一拼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就算没救 我也要见你最后一面 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青也没能等到郭飞雄 2022年1月10日 被迫与丈夫分离15年的张青 在美国病逝 而郭飞雄本人 却在妻子去世后的第二天 2022年1月12日 被广州市公安局 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2023年5月11日 他被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判刑8年 此前郭飞雄因参加维权活动 已经两次被判刑 共计11年 2021年5月 维权律师唐吉田的女儿唐正奇 在日本留学期间 因肺结核引发脑水肿 导致长期昏迷 2021年5月下旬 一批海外学者发起联署 要求中共当局基于人道 让唐吉田到日本陪护重病的女儿 联署信说 唐律师被告知 他若离开中国 将会危害国家安全 当局却从未明确告知 其离境将如何危害国安 这封呼吁信一周内 就征集到上百名海内外学者 研究人员和律师等的联署 唐吉田也购买了2021年6月2日 从福州飞往日本的机票 登基前却被拦下 编检人员的理由是 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2024年2月20日 唐吉田女儿因肺炎去世 终年27岁 1999年至2018年 异议人士朱渝夫 先后三次被判刑坐牢 共计16年 2018年出狱后 朱渝夫一直被软禁在杭州的家 不能离开杭州 甚至不能从上城区 跨过乾塘江到萧山去 楼道里有人24小时监视 2013年3月 朱渝夫在日本的妹妹 已到肺癌晚期 希望能和她见最后一面 她办理了护照和签证 但是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天 警察赶到她家 没收了她的护照 说杭州要开亚运会 2023年11月2日 朱渝夫听从朋友的建议 准备进越南去日本 她通过顶楼屋顶 从另一楼到下楼 然后驱车1700公里 赶到广西省崇佐市宁明县 公安部随后对全国边境戒严 朱渝夫在离越南边境 一公里的地方被拦截 并被警察带回杭州 她被告知三个月内不能出门 朱渝夫的妹妹 2023年12月27日去世 未能与她见上最后一面 从中共国对待本国公民 不尽人情 不讲人道的做法上看 它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怎么区分正常国家与不正常国家 正常国家的运行 符合常识 常情 常理 否则 就是一个不正常国家 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共 不是一个正常的党 全世界正常的政党 都信奉 符合常识 常情 常理的普世价值 而中共 根本不承认普世价值 独尊马列主义 那马列主义政党的表现 基本质是什么 用四个字概括 就是高压 欺骗 用三个字概括 就是假 恶 斗 用两个字概括 就是邪教 上面提到的 任志强等人的诉求 都在常识 常情 常理的范围内 但是 中共认为 他们犯上 是经济犯罪 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 颠覆国家政权 他们出国 看望 照顾 病重的至亲 可能危害 国家安全 作为一个 中国的合法公民 唐吉田律师 到日本 探望病重的女儿 合情 合理 合法 怎么就可能危害 国家安全了 古今中外 所有正常的国家 正常的社会 正常的政党 正常的人 都不会给出 这种荒诞 怪异的理由来 对中共反常 做法的合理解释 只能是 它不是个正常的政党 它的本质是 假 恶 斗 中共不枉 中国 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 世界人民 都不得安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